中国的事务的情报 经文长龙 不致心理 请问长龙 佛教里面经常说 不雪四众过 但很多时候我们 都会遇到一些人 他的做事是不愿化的 比如说 污名钓语 碰到这样的情况 我们应该要看待呢 这些问题 你怎么看待 你不可以看小海 他说四种过 他多嘴 我跟他有缘 当然要劝他 大家同参师 你不要这样 万一他不听 或者你都不认识他 你不可以多嘴 他要做罪过 他要讲人家的短处 到处搬是非 唯恐天下不乱 那些我们都没有办法了 如果有办法 你懂他的 你就劝一下他 如果你不懂他 想劝人家 关于什么事 变成就还没人了 所以这一点 值得同台吃饭 各自修行 如果他不懂得 收自己的口符 我对我的人都没有办法 然后双语 天气自然 你也不需要加把口符 某个人很多嘴 你也不需要误谤他 因为你也做就好过了 第二个问题就是 佛教已经是现代化 初学的佛弟子 对于佛教的明相 是否还需要备备基督的知识呢 另外就是 因为很多时候都听到 一些学佛比较久的朋友说 不要执着明相 那谁怎么看这个问题呢 不要执着明相 这个明前你们误解了 佛教的明相有很多的 就好像六道 四帝 那些是一个明相 佛 法 生 三宝 都是一个明相 叫你不要执着呢 就是说 我们要明白 这一个明相 主要的意思是在哪里 我们和这个意思 不要咬文雀字 就好像我们一姐 如果聪明咬一口咬 就肯定是照 照着那些糖水 吞了它就润口润肺了 润口炉了 这个人实际是聪明的 有个傻子 他咬一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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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吞了那些糖水 吞了那些汁 你说这个是不是傻子呢 其实我们学佛的一样 那些明相 是帮助我们对佛法的了解 是帮助我们对佛法的形式 我们就不要单看这个表面 咬文雀字 我们要对那里面所含的意思 我们要尽量吸收 改进自己 就好像我们的食者 照出来尽量糖水吞下去 不要让他包餐 尽量的肥肤 那就叫聪明了 日常呢 读大成佛经 或者是礼佛拜忏的时候 很多次都会去金屋管道 甚至是流泪 发汗 那到底这个是什么现象呢 还有有什么方法可以改善呢 至于我流眼泪 好像痛苦流泪 就是表示你这个人呢 拜忏的时候呢 是有一种所谓惭愧心 凡是忏本 我就说过这个水忏五大国师的事 这个水忏 梁黄忏呢 里面那些文字呢 是很警惕的 都是我们信恩过 你曾经做过那些什么 有什么事 好像有个镜子一样 照着我们的 所以我们拜忏 真是诚心去拜呢 你一看那些文字呢 你真是有一种惭愧心 你会很感动 你会很流眼泪的 那无管动呢 你会变成你自己精神 哇 闭家火 我曾经做过这件事 你很快知道无管动 那将来堕落地 做饵鬼畜生 他说当然无管动 这个是正常的反应 你能够无管动 都证明你有惭愧心 知道自己的错处 如果你读了之后 拜之后 可以弱无其事 是吧 罪过就要做 那你没有惭愧心 拜就等于无拜 你拜之后 读了这些文字 真的自己惭愧了 从前不识 做了很多错误 那没办法呢 既然不懂 那不错都错了 自己身体惭愧 从今以后 不要再做 不要再犯 那才是真正的惭愧 说不错了 以下一个问题 向阻道称事 就是 在令人经常有 同分见网 或者是同分见网 是 怎样解呢 同份見網即是同一個時間 你所見和我所見都是一樣 我就是這個杯 你所見都是這個杯 沒理由說是碗 我所見都是說它是杯 不會說它是碗 見網即是假的 不是實在的 這個杯都是因素 可以打爛它 可以丟掉它 是嗎 所以網就不實在 同份見網 即是出在《靈嚴經》 第二卷《十番辯見》裏面的經文 有同份見網這個意思 願以此功德 莊言佛淨土 尚報四重因 下制三屠虎 若有見密者 適法菩提心 盡此一報身 同生極樂國 中文字幕提供